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中这一带清晨的雨有到豪雨的等级 在无期这边累积雨量达到118毫米 大雅也超过了100毫米 不过一早8点多对流包往内陆的山区一动就逐渐散掉了 而中午过后受到热力作用的影响 在桃园以南 南投还有东国的山区也都有大雨特报 这道支流封面在今天深夜到明天的清晨开始 会因为太平洋高压稍微往西延伸 封面会跟着背往北推 明天白天开始支流风就会比较靠近台湾 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 明天的降雨会比今天来得全面还有明显 预估明天后天一直到星期六都会受到支流风影响 最快在星期六的下半天到星期天 封面会被推到比较北边 到时候降雨才会趋缓 变成受到西南风影响 以迎封面的中部还有南部为主的降雨形态 所以看到哪里会下雨呢 明天白天开始在恒春 屏东还有高雄 东南部都会有一些降雨 随着封面北移降雨会比今天还要明显 在南部还有东南部雨会下得最全面 其他可以看到包括了北部 花莲还有台湾的北部也都会有局部的雨 星期五六可以看到随着封面北移降雨的范围 明显往北延伸 各地的雨势都会变大 这三天会因为大气环境不稳定 都可能会下局部的大雨或是好雨 甚至是短延时的强降雨 下雨的关系高温也会略降一两度 明天各地高温大约27到29度 中南部会因为雨势比较大 还会变得比北部凉一点 这几天高温大约在26到28度 身为巴罗密抓气象送点 受到制流风影响 明天开始各地降雨都会由南往北逐渐明显 要特别注意在南台湾 明天的雨势会逐渐增强 而且很容易会有在短时间内 会有比较强的雨势 最好把握还没下雨的时候 先熟通排水管道 渗防淹水 大雨很可能会连下三天 长时间的大雨 最好避免到山区活动 小心吐石松动 而没下雨的地方 太阳还是很毒辣 明天在花莲 澎湖还有金门 紫外线都来到过量级 出门都要做防晒 接下提供给您明天各地的气象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